经国人终于打算撤兵北环了 但是临走也不忘记祸祸一下汴京城 经国人还是讲原则的 能拿走就拿走 拿不走就一把火烧了 由于宋的灰青二帝表现还不错 所以他们并没有为难宋氏皇族 而是把他们驱赶着带回了黄龙府 这一路可谓是路漫漫其修远西 除了皇室成员王公贵族 女侦人还带走了很多珍奇异宝和花花草草 这个人叫蜿蜒蒋盼 跟后来成吉斯坎的好安打扎不过 湛海 此番南下 你为主帅愿你能势如破竹 成功之后我亲自为你添酒 谢皇上 此番南下 不杀赵勾 赤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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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丛林法则里有一条罪迟弱小 你的罪过就是因为你软弱 赵勾犯的就是这一条 康王赵勾是宋徽宗的第九子 靖康之难时 他侥幸逃脱 被宋的遗老遗少们扶上皇位 宋才得以复活 史称难送 因为有赵勾这么一个落网之一 所以经过上层决定继续南征 南征对他们来说轻车熟路不是问题 最让他们头疼的是北方的编换 更要命的是 靖康时 从宋朝带回来的花花草草 让很多将领们英年早逝 蜿蜒宗旺 蜿蜒楼市等女真名将都因纵欲过渡 相继允命 从全局考虑 女真金国只能集中兵力 单线作战 全力攻打宋朝 至于北方编换 只能靠片 靠拉拢 靠收买 于是 在金军大规模南下的同时 蜿蜒乌齐满邀请了 起盐部的何不乐汗 去金上京跟他会晤 期间蜿蜒乌齐满盛情款待何不乐汗 他的目的就是想不战而屈人之兵 不费一兵一卒 让何不乐汗率步顺杆子 据历史记载 何不乐汗十量惊人 九量更是无人能比 在酒席宴上 蜿蜒乌齐满提出了很多 所谓的优厚条件 其中就提到了女真企业一家亲 荣辱与共 冠冕堂皇的画了一张大饼 蜿蜒乌齐满在酒席宴上 借着酒劲不停的许愿 而何不乐汗只顾大吃大喝 根本不理他这一套 终于在几天好饮之后 何不乐汗有了醉意 走到乌齐满跟前 用手揪了揪乌齐满的胡子 在当时游牧民族的传统文化里 揪男人的胡子就意味着要取对方的向上人头 何不乐汗也发现自己不合时宜的暴露了意图 所以找了个机会 带小孩的父女 藏密于山中 命令男女老少骑上阵 共同对付金国人 金国人本以为起研部落是个小部落 南丁不满万 根本无法抵御天兵 结果发现何不乐汗和他的起研部并不是软世子 几次征讨无果后 金国人被迫转入了战略防御阶段 是何不乐汗的所作所为感动了长生天 更确切的说是赢得了民心 所以周边的其他部落也纷纷加盟 与何不乐汗并肩战斗 共同抵御金国 其中包括克列部 米尔启部 洪基拉部 达塔尔部 他们与起研部结成了联盟 这个联盟就叫 哈梦蒙哥 哈梦蒙哥 哈梦蒙哥